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快要忘了 为什么会有三八妇女节 妇女节的确立是女权运动的结果 1857年3月8日 纽约的质疑和纺织女工们 难以忍受工作条件恶劣 薪水又低 走上街头抗议 要求男女平等 之后 几乎每年的3月8日 都有类似的抗议活动 1910年 德国女性运动领袖 可拉拉赛特金 倡议设定国际妇女节 同一年 纽约发生了著名的三角工程火灾 140多名质疑女工在火灾中丧生 为了纪念这一事件 保障女性权益 西方很多国家都设立了妇女节 1924年 我国第一次纪念三八妇女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确定3月8日为妇女节 逐渐有了妇女能顶半变天的说法 女性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 简单女性 何止是初德厅堂 入德厨房 她们职场上叱咤风云 巾帼不让须眉 生活中精致优雅 活得引人入胜 妇女这个称呼也越来越招人嫌弃 因为女人们就算已婚已遇 也依然潇洒美丽 不过从司法角度来说 14岁以上就可以算妇女了 所以不被纠结 过三八节的可以是少女 也可以是淑女 可以是婆婆妈妈 也可以是女汉子 甚都是 要知道 不管年方二八 还是满头银发 女人们永远都怀揣着一颗少女心 所以男人们 在三八妇女节 好好宠爱 你身边的女性吧 我会认识 頂眼 我是祝家 一日 祝sent 我們會的 作詞 有 entitled 啊